王培生老师对于推手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所谓积极大师推手的这个名家的话 是从这来 我现在用一个旁锦 我这手搭 他这手沾我 不等他沾上 直瞅 一盒出碰进 他刚一沾 我就一想命满 我就起来了 我就放 由纸到胯 这叫全凭新意用功夫 不是力 用力不是太极 大家要注意 你练拳的时候 你自己要一使劲 自己检查 自己检查 这不是太劲 无需会再求 大家听说你看 他这手来了 这手沾 等这手手 你看 让他空 我这手 我这手就不能再动 我这手就不能再动 全谱中说得好 左重则左须 右重则右秒 不随身患 身随不走 我这样要使劲 这叫双重 双重之病为物尔 每件数年成功 不能融化者 率皆死为人质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练很多年太极拳了 不要跟人匕首 一笔手就挨打 什么原因 双重之病为物尔 一赢 这是对抗 他这时候有力 就走这个 沾这个 这会灌 大家看得清楚吧 千般用 一旦无常 经济全失掉 万事休 就挺了 挺就回去 因为这意思就是 你看这个时候走来 都是空 实际这个动作 就是我体重到这腿 我这就变为虚 回这个虚 对方一拾 我这体重心的事 这也是实 回来打他的时候呢 我拿这个 左重和左须 就是左手为主 右脚也为主 我把这个左手右脚 都打他 练出去 这完成以后 体重到这个 右腿的时候 右肿须 这时候 这样去 这练习就这种情形 随便 这是打他的神 对吧 就这个 是迷糊 他这个挡力想 要进来 他蹦了这儿来 你看 空 就想这儿 思想 大家看这个 这个想的是 我往回 是拿 这儿就化 就这样玩的时候 挤着说 你看 这就是身体的学道 大家这个空 空空射射 射射空空 空不易射 射不易空 空 空即是射 射即是空 空而不空 未知玄 玄者妙 妙者玄 玄妙之功 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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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玄妙点 在于此 这所来了 有这 这一进 这拿 这 刚才讲 一个棚 一个棘 这个驴呢 是无火 能化万物 这手来了以后 往山上旁边 都抱上 你看 我想哪 这想这 你看这个动作了吗 什么都不想 这是驴 还有按 对方挤 你往身上推 你看 我就把这个 盘中 躲 躲到 大指 往上一看 按的时候是这样 不是这样按 这样按不行 这叫双重 大家知道吗 这颗盖 你看 不要用一点力 你看那个挤 挤来之后 这边 起没能动 就起这 你看 我往下看 你看 这盒还没出去 还没 你看就 这 就这么一站 往这一攻 你看 他这脚到了 这脚到 我就一顺 就往他扣 这就点 一个 起来 还是一个 一个 明白 打脚底 撑撑 撑 撑这个东西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